字幕作词 李宗盛 欢迎Heddo最大咖 Garry 陶葛 Garry 你好 我们先来拍照好不好 也欢迎大家可以拿出你的相机 来请陶葛看看中间的相机 The camera right in the middle And the camera on the right hand side 别用左边 Pitahead的观光摄影镜 The camera on your left And the camera on your left 你的左手边 你再看一下 恭喜八片 恭喜八片 你的新生集 听说很厉害 回到你最厉害的节奏来 叫Talk about your new album 叫做曹小哥 对曹小哥 是 就是在这几年 其实三年多的时间 其实都写了很多歌 錄了很多歌曲 然后全部都废掉了 都没用 因为录完之后发现我自己不太喜欢 然后到后来就觉得 好啦不管那么多 也不想那么多 突然间一有灵感的时候 就在好像三个月之内 整张专辑词曲编曲全部做完 包含录音 哇 这么厉害啊 对 我还试过一天 好像一天录三首还是两首 我们试过一天录三首 这就是所谓的灵感爆棚了 对 写完了 然后到了录音室 我记得是可能是中午去 然后就录到 凌晨一两点 可是是三首歌 厉害喔 那这张专辑几首歌 二十首歌 三首歌 我其实做了十五首 可是在专辑里面 只会放十一首 十一首 那有很多的 这个良戴人写出十一首歌来 这个年代很少喔 大大跌 剩下的四首歌就是 我现在是希望是每一个月一首 到明年的六七月 然后呢 都会有单纯 所以你十一首压成唱片 在五月三十一号发行 曹小哥 然后每个月再送一首bonuts 数位发行给我们做 明年的六月开始又多了 对 所以一年发一天 诶 哥代替啊 一张专辑 你回到了九零年代的风格 嗯 为什么选择回到你的R&B风格 哥哥Blue呢 呃 其实我也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 特别强调 自己的音乐是什么风格 因为 我一直都觉得 音乐就是 好听啊 听得爽 就是好音乐嘛 也是 是的 所以 可是我自己 喜欢听的音乐的确是 九零年代 八零年代的一些音乐 情歌是八零年代 九零年代 九零年代是比较偏向 你也喜欢的二零 对 所以 呃 就顺其自然的就这样写了 然后又写得很顺 主要是遇到 对的一个partner 我觉得一个创作人 写曲曲 曲 可是我中文不太好 所以就 就还好我认识了 崔维凯 其实我跟他认识很久 小崔老师 对对对 Marchi的小崔老师 很久 没见过 从那边合作过 没有合作过 但是今天刚刚提到 你的新partner跟旧partner 今天的两位partner 也来到现场为你站台 话不多说 我们先欢迎你的 启蒙老师 启蒙老师 还有启蒙老师 哈啰 启蒙老师你好 小崔老师你好 你好 所以你一天就别写词 这么厉害 天天都在写词啊 那潮哥给你准备 你就写出来了 对啊 所以你看我最近这个干准 有没有好好的 你看他头发是这么白的 对啊 这是一个开心的过程 因为我觉得其实一个 做词人也很少有机会 可以写整张传记 其实我们以前 大家都是 像我就是想习惯 编完一张传记 不然你也知道 一张传记有分 两个三个到五个 甚至十个编曲 对 但是我觉得好像 什么事情就是循环 你找到view的时候 像这一张我们就很夸张 他写全部 全部的词 然后他写全部的曲 然后我要编全部的 所以风格绝对是同一致啊 其实这样好像 那个感觉又找回来了 我觉得 起码我觉得是 在当歌手这十几年 这一张专辑是我录过最爽录的 整个过程 对 然后也是 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是超过最难唱的一张专辑 哦 我到现在 我只要小心跟我们很紧张 快晕倒了 好难唱 5月31号 大家一起唱一下 而且Berry他擅长的东西就是 pitch很快 大家都知道 然后他发声退合的方式 但是这一张 他就说 我不要去那里 我都在很低的部分 所以他在现场也有很大的压力 所以他在现场也有很大的压力 别的歌手是上现场 对高音有压力 他现在是担心他低音下不去 所以找到你最喜欢的那个 Fat Tune 对 杜老师 简单的跟大家说 为什么应该拥有这张专辑 在您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像曹格这样的重作歌手 他很期待 而且是很要求自己在每一张 包括所有的重作歌手都这样 但是这张一定是他同时要否认自己 不要的这些东西 然后又要走入自己要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纠结的事情 主要是我要把曹格这个人 先撇开 回到为什么那个 曹晓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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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撇开 为什么 其实我一直以来 其实我们认识那么久 其实你都知道 我是比较 我是听西洋歌长大的 所以我听R&B歌 《求而是灵魂乐》是偏多 可是 发了第一张专辑 然后发了第二张专辑 好像受欢迎的歌 都是大情歌 就变成我 就是好像理所当然 得做了一些大情歌 其实专辑里面都会有很多 不一样类型的音乐 只是大家会忽略调而已 所以这一次就没办法忽略了 因为整张就是那个调 你想忽略就整张忽略吧 以前我们做蛮多歌藏在里面 然后我们都会喜欢 都会跳过 结果Hit的都是 对 每一款的 这这一张请大家用心 请大家词 在你的角度这张专辑 为什么大家应该拥有 现在不人家要买了 现在拥有它很重要 对 我觉得 以词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 这是一张多变风格的专辑 就是 摆脱掉以往的悲情 因为以往真的 比较悲情的歌 是比较主要的主咒嘛 那现在其实就是 有很多 有快乐的歌 有 其实有恶搞的歌 有 喝醉之后的 清醒的 裝睡的歌 有很多不一样的风格的操歌 我觉得它是一个 很特别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刚好就是 我在写张专辑的时候 就刚好我自己结婚成小孩嘛 所以等于是Gary 陪我的整个过程 那两位老师 来站台 有带礼物 有带吗 有 是什么礼物 我带了我儿子来 没有 今天我们带了一个 这个 復古的 彈珠台 为什么是这个礼物 老师 这个也是unplug 这unplug 所以它是 它是 它是 不插电的彈珠台 那 那怎么有一个理由啊 为什么 你要送这个彈珠台 因为彈珠台 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东西 它是一个 对 一个记忆 它是复古的东西 然后我们希望就是说 可以用这个东西 象征一个就是 复古跟我们现在 新时代的结合 对 那同时希望 可以回到曹小哥 那个唱歌的初心 你在马来西亚 有打过弹珠台吗 重点是我没有玩过 你没有玩过弹珠台 你没有玩过弹珠台 那你们两个弹珠台没有打上堂 对 同老师说是unplug 我玩的是不插电 他是不插电 这真的是不插电 不插电弹珠台 我们现在来跟两位新伙伴 旧伙伴 一起拍个照片 可以拍得到 可以 大家举起来 可以举起来吗 可以 可以吗 稍微 是的 对不对 是不是好像1994年 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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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 我记得 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 社交媒体 Facebook Instagram 所以以前的同学 都很容易找到 所以有一天 他就记得 那个照片给我 我就吓一跳 为什么有签名 他说当时我给他的时候 我跟他说 就跟他开玩笑 拿自己的照片 签个名 跟他说 我以后会 我会成为大明星 你先抽了个照片 所以 他跟我说 我都忘了这件事情 那想不到你讲这句话 就真正实现了 也没有 只是 你是大明星啊 不是 我是最大咖 真的 我只是一个歌手 但是在我心目中 你是了 我今天是 黑亮亮的最大咖 你是最大咖 你要不是大明星 怎么会当最大咖呢 所以这是93年 93又94了 9394年 你看这个造型 就是 林林刘德华那种 对吧 用个手 然后 一定要把那个户头 一定要露出那个 对啊 那个内裤 对不对 一定要露出来 93年是张学友 吻别那一年 早有 吻别啊 之类的 吻别啊 祝福那几年 那今天呢 我们现在有个任务 你是留意到那个草小 这个草小 黑代粉 这个黑代粉 又为了都带了很多巧思啊 今天呢 黑代粉 有一个任务要给你啦 这个任务呢 就是 反时空胶囊 时空胶囊 就是你写的封信 然后20年后打开它 然后你就会 看到自己20年前 自己写的 话是什么 那反时空胶囊 希望你 我们有 黑代粉 有神奇的能力 会把这封信 装进 时光机里面 寄回给 1993的 曹晓格 一 Do Do Not 不要 不要怕 Do Do not to be afraid to a reporter 不要怕 记者 One OK 还有呢 跟93年曹晓格 先行前教育 兄弟啊 什么 的法克 是不是 是不是 我 没有 因为昨天工作到 凌晨聊天说 就是一起床 就趕过了 所以还没 还没吃东西 Where is the food 我 请问 请问 食物在哪里 你跟法克是什么 不是 What the fuck 这个是 普通翻译 翻译也不好 对不起 好第三题 HitFM 爱你 我只是 Be nice to 那你们隔壁台叫什么 我们隔壁台叫什么 我们隔壁台叫什么 我们打对台 我们没有对台啊 没有对台啊 什么的 他们都已经改不改组了 或者收掉了 没有对台啊 我们独挂天下 那Be nice to Dennis 对 Dennis 好 也会想到一个摩哥 好谢谢 曹哥对曹哥说 跟你的话来拍个照好不好 93年 写给曹小哥 Do not be afraid to reporter 请不要对 不要怕记者 记者可以随时打电话给你的意思 待会我们会公布你的line 2 Do Where is the food 请问我的食物在哪里 待会还有平面和电子里面 反正载一下才有食物啦 3 HitFM Love you 我们在台里 Be nice to dance 谢谢 当然我们是 没有替台的 没有 我们拍张 回到我们今天做完美的结尾 待会就是我们电子媒体联访了 那我们是独访了 对不对 是独访嘛 一起访 三位一起访 待会是三位一起访问 O Wa J Shout HitFM HitFM HitFM